Hello 大家下午好 我是银森 今天大家看一间office short office 飞行这大陆的office 这个是要火出租的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前面这边 一二三三个车位 这个office有三个车位 就在office的前面门口 旁边还有一个楼梯口 是给我们直接下去楼下的 然后在premise里面呢 又有多一个楼梯口 从这里看上去 我们可以看到前面有三个车位 过后走走走 这边是我们的大门了 大门这边是 旁边这边有一个楼梯口 是下去楼下的啦 好 然后 这边进来的就是我们 之前这边也是一个台的啦 因为这一间单位呢 之前是做office的 他们是卖那种假司的 之前的租客 ok 然后这边就是customer waiting的area ok 然后这边 过来这边呢 是我们main的working space 这边 这边右手边是厕所 这边两间厕所 然后这边过去 他的这个working space的长度 我看一下啊 他的working space的长度呢 是 59层长度 然后16层宽 整间 这整间单位整个premise的宽度跟长度呢 是宽28层 长75层 然后已经帮你做好partition啦 就是前面有总共有三间partition ok 好 他除了这边有三间哦 他们后面还有做了一个dining area 所以有一间一间给大家看一下啊 首先我们先看一下我们第一间的这个meeting room ok 这个meeting room呢 他的那个宽跟长度呢 大概是14层长 然后宽10层 ok 然后旁边这个小窗口啦 有冷气 他每一间每一间partition的这些meeting room啊 都有冷气 然后大的这个working space 这边有三台冷气 过后前面呢 customer waiting area有一架冷气 所以他总共呢 123 4 5 6 7 总共有7台冷气 好了我们现在看一下我们的第二间meeting room 跟个边那间 差不多也是14层的长 然后10层宽的这个大小啦 嗯这个是已经做好car bed了 然后到时候只是做cleaning就ok了 因为他的car bed是没有破皮啊 好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个前面的老板的这个room啦 老板的房间 ok 有养父窗口 有养父窗口 所以这一戰这间单位呢 是 hunr handler来的 所以他的采块很好 好了 叫我们现在去看一下 living room 的地方 你看一下这个 drums 这边 到时候如果是呃 呃 员工的话 他是在这边metworking space 然后这边可以放 坐纸那种一排一排一排啊 所以可以坐很多人啦 如果我这边算的话 一二三四五六七 然后每一张桌子大概坐一个两个人 或者三个人吃三二十一 二十多个人啊 二十个人左右 好 刚刚我讲了有两个裕竹口嘛 这个是在Premise里面的 OK 这边可以下去咯 然后 Dining Dining的area是在这里 OK 这个partition 旁边这边就是我们Dining的 饮水机可以放这边啊 因为靠近厕所嘛 这边过去就是了 然后这边就是放冰橱啊 插头放冰橱啊 然后桌子啊 啊 啊 这样子咯 空间是足够大的啦 然后这边要放什么洗衣机 都OK 好 然后这是我们讲 我讲的两间厕所在这里 OK 已经做好那个盖菌了的 到时候洗一洗就可以了 好来 我们下去楼下看一下 然后这边呢 这个店面这边呢 它有一些是做吃的 有一些是做speedmark啊 这样子咯 然后这个是做那个美容东西啦 好 然后我们前面向着这个大路呢 是巴拉公的这个highway了 然后我们这边去 啊 啊 Aon Chia Saturn或者是那个 Trader Square呢 这边过去 驾车呢 只需要一到两分钟 我就可以过下去了 OK 我们的这个位置呢 它我们右边 右边其实是我们 摩西迪斯的这个sales gallery了 好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啦 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的话 我会把照片放在以下链接 欢迎了解 询问更多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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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